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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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坐上去吗 要不要坐上去 嗨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距离上次更新也有好几个月了吧 现在是加州的圣地亚哥的十月份 然后就秋天 然后现在是早上大概星期六早上的九点多 晒着太阳 然后跟我的娃在游乐园放个店 我来录个视频给大家更新一下最近的一些情况 我来到圣地亚哥已经差不多十五十六个月了吧 然后我最近刚把我的叫做PRD Extension Request提交上去 应该会P吧 所以在圣地亚哥能呆 呆久一点的话就更好一些 像圣地亚哥的话 我觉得主要是干燥吧 然后尤其是到了秋天 秋天冬天这个时候非常的干 我之前不是做了眼睛手术 17年的时候做的手术 然后我在佛罗里达的时候还好 但是到了加州基本上都要第一 这个眼药水要不然眼睛非常干 然后皮肤的话也要经常擦那些lotion 就保湿嘛 要不然就会很痒 现在疫情好像放缓了 然后大家都那个叫Give a F 的那个心态 已经好像不怎么care了 比如说只要是上下班肯定会有traffic 然后物价我觉得也还好吧 物价可能比其他的一些就可能高个百分之二三十 我觉得也还可以接受 毕竟主要是生活环境很舒服 我觉得这个还好 就像你多交了百分之二三十的那些税 但就换了一个好的一些生活环境 因为我在佛罗里达的时候就用 基本上你从五月份可能到七八月份 基本上你不可能在户外活动 然后冬天的话也很冷 可能也基本上不会在户外活动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地方 我现在是上夜班 然后夜班的话也还好 就基本上能够避免上下班 就上下班的高峰的交通堵舍这样子 就我睡觉都分两个部分 就可能晚上两点下班睡到早上七八点 然后陪娃 然后到中午十二点一点的时候 我再睡可能睡两三个小时 然后下午就去上夜班这样子 所以我现在的睡眠就就不是那种整觉 没有没有整觉可以睡 但换来的是说就不用不用出海 然后我来这里已经有反正一年多了吧 我有有些同事就需要出海 那我就不需要出海 所以这个就算是一个就等价交换 是吧 还有就是我去去年发了一个海军航空兵 小年就有多少资产 就一年过去了 然后由于就归功于疫情的影响 还有低利率的影响 然后就很多人在买房 然后就我们我们的就去年买的那个房子 就涨了大概二十七八万吧 我们下个月考体能测试 我好久没去健身房了 所以我一般的是起一些时间 比如说在带娃的过程中 炉个铁或者我在清理后院的时候 我在清理后院的时候 在做这些运动 我自己也有一些炉铁的器材 所以也会炉一些铁这样子 所以我这个倒不是很担心 我觉得你把运动那些东西 incorporate到自己每天的生活里面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合理的一些方式 一个比较sustain 就可以可持续的方式 你们玩得开心吗 特别玩得开心吗 特别玩得开心吗 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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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人来着 对 我们就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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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你看吗 哈哈 哈哈 你看怎么了 你看怎么了 你干怎么了小baby 伊娃说baby怎么了 刚才baby摔了 baby的哭了 抓八个咱 risa 再来 再来 再推 反正这几个月的更新新闻情况就先到这里吧 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 我们下次再聊 不要闹了 你要说什么快点说没回家 妈妈爱你 我是你的小朋友 妈妈爱你 把脚放下来 baby不提花 然后我们在阿拉盖 好 给了 我开